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用一下 Airgo的那个背带carrier 这个是背带咯 然后我们第一步呢 先把它围在腰上 然后捆腰带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这个松紧环扣在里面 然后把这个拉过来 这样是一个双保险 扣上听到嗒的一声 然后呢从这两边我们把它拉紧 这两边是可以卷起来的 这样会显得比较清爽的 东西没有那么多 好 现在重头戏 我们请宝宝出场 宝宝现在三个月大 然后我们先让他扶在妈妈的胸口 然后把他的腿轻轻的分开 两个腿分开之后呢 就轻轻的把这个卷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脖子的地方呢 轻轻护住他的头 然后就把这个背带 穿进胳膊里 然后在穿的时候可以这样轻轻的抖一抖 让宝宝更更稳 更实的坐在这个背带里 而不是梳的坐 然后这一步就是 关键的一步就是怎么扣背带了 首先你左手拿住这个背带的这个扭扣 左手拿住 然后右手扭上去 扭扣 扣上 可以看到其实是很安全的 然后宝宝呢 不会从那个背带 在你扣的过程中 宝宝是不会从这个背带掉下来的 然后现在就扣好啦 解放双手呢 然后这个背带呢 它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拆下来换的 因为宝宝有时候会啃这个部分 正在啃 所以它可以拆下来换洗 然后这里有两个带子可以 比方说我这里是装了一个 挂了一个 然后这里还可以再挂一个小毛巾 口水巾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帘子 如果出太阳的话可以扣着 这样给它遮太阳遮风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就是用来触摸的 这个星期半 喔 好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